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昨天呢,咱们讲的那一集啊,实际上呢,原本就是准戈尔韩国的最后一集 因为昨天咱们讲的那一集啊,就能和原来咱们讲的正准战争的第一集连上了 可是呢,讲到最后,我临时有个想法啊,加一集翻外篇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天的内容啊,它很有意思 咱们读历史啊,讲历史故事,什么才是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呢? 对听众而言啊,就是这个故事我了解 然后呢,和这个历史啊,相关的遗迹我还能找到,我能去熊一下古 这就是了解历史故事最有意思的地儿 那今天咱们讲的这个人这个事儿,这个地儿啊,都不陌生 咱们啊,就先说说这个地儿吧,这地儿在哪儿啊? 这地儿啊,在北京,北京北四环的奥林匹克公园 这儿有一小块地方啊,是朝阳区收藏展示历代的精美食客的地方 这儿啊,收藏着武统家族碑 这武统家族碑啊,喜欢轻史的人 不一定,您就非得喜欢轻史 你喜欢看清代电视剧的人呢,就都会有了解 那咱们先说说呀,这碑的主人,哎,那土海您听说过吧 这电视剧《康熙王朝》里边,那个带领大军出征去平定三藩的土海土军们 要说这电视剧啊,和真实的土海将军呢,还是有差别的 主要呢,就是啊,这电视剧它有批判大清朝的重漫清汉 所以说他编出了一位汉族的将军叫周培公 并且他描写土海啊,是一介五夫 虽然有万夫不党之勇,但是的计谋啊,都是周培公出的 实际上啊,事实不是这样 这土海原来文官出身,人家做到过这个刑部的主事 三藩之乱之后啊,才从了戎 康熙十三年,就趁着三藩之乱 蒙古的查哈尔亲王布尔尼兄弟啊,哎,兴兵造反了 说实在的,这件事情对康熙的伤害很大 他一直认为这清政府最能控制的一只蒙古人 就是查哈尔蒙古 那从早期女真时期啊,就是世代联姻 清朝人总是挂在嘴边上的满蒙共治 指的蒙,其实就是这一只蒙古人 没想到呢,世代联姻的关系就造反了 并且是趁乱造反 而且啊,太危险了 这查哈尔部离北京太近了 这大概齐啊,哎,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赤丰地区 您想现在一天的车程 那既然有反叛,那就平叛吧 哎,平叛呢,没兵 那兵呢,兵都压到前线呢 去平三藩之乱了 这时候还得说是孝庄文皇后 康熙的奶奶就给康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 说我给你举荐一个人呢,你看行不行 这康熙皇帝说说这皇祖母 您就说吧,那我现在正没主意呢 这孝庄文皇后说呀 土海呀,财略出众 我看可担当此任 说实话,一开始啊 这康熙皇帝还是看不上土海的 为什么,他觉得土海呀 现在这年纪也大了 并且原来呢,是个文臣出身 所以他只任命土海呀 为副将军 跟着这主将是谁呀 这位主将啊,是亲命 抚远大将军多罗郡王厄里 那咱们书中代言 实际上是仗啊 都是这个土海 还有一名将军叫吴丹打的 那将官有了 那兵有没有啊 兵也没有 这兵啊,全派出打仗去了 连前锋营都派出去了 那也只有啊 在现在这个京八旗当中 现挑甲了 哎,那好挑吗 好挑 这京八旗的不干活 平时就是预备着国际友战 是好冲锋打仗的 但是这会儿正是三藩之乱 这合格的有能力的 建硕的早就挑走了 剩下的呀 哎,老弱病残呢 肯定是不能挑 能打仗的建硕青年呢 也有 可是通常啊 就都是些提龙驾鸟的 少爷秧子了 都是好动员 这政府一动员呢 这些人就都来报名了 对外号称十万 实际上没有 大个企业也有个四六万吧 详细的数字呢 我也没得到 哎,就在现在奥林匹公园附近的 养山袜公园啊 那儿啊 原来啊 是这个八旗最大的教军场 皇上跟亲命服援大将军恶力 看到这些兵之后啊 哎,都有点泄气 那这群人能打仗吗 在泄气的同时啊 还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呀 因为兵是有了 可是一分钱军饷 这皇上也拿不出来 您也别说呀 这一分钱拿不出来 这启动资金还是有的 哎,把这粮草啊 以及这个后勤补给啊 这些东西啊 勉强算是预备齐了 可是出征之时啊 真是一分钱不给 就怕这群八旗少爷啊 精气神就不足了 那这会儿 土海就站出来了 说皇上啊 我有办法 您别言说 这话呀 由我来训 于是呢 这土海就以副将之身份 给这些八旗将士啊 哎,就训了话了 这土军们啊 张子就说 我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 那这帮八旗兵一听啊 哎,那我们替皇上出征评判去 是不是皇上也对得起我们 一人要发我们一个金刻子呀 土海说 我呀 跟皇上请婴了 这么一句话呢 先把这责任呢 都揽到自个身上了 这皇上说了 出征之前 先每人赏个十两二十两的银子 大头还在后头 这军饷啊 是按月发挤 可是啊 我拒绝了 我跟皇上说呀 是我带这批兵啊 不要死工资 那这群八旗少爷一听 那你怎么孙子 替我们就拿主意了 哎,这心里想 嘴里不敢那么说 哎,这土海人家 还有后话呢 这土海说呀 我已经奏请了皇上 皇上已经同意了 想着布尔尼兄弟 那是什么人 黄金家族 成吉思汗的直接后裔 这么多年呀 在草原上积攒的银钱呢 几百个大库房都装不下 只要咱们这个仗打的好 皇上说了 随便抢 抢回来的东西 大伙分 皇上一分不要 并且是按军功分 杀的反贼越多 分的就越多 那这帮八旗少爷一听 呦 那要是这样 这可比死工资强多了 于是 人欢马羊 就出了铁门关 出关以后 三下五除二 这布尔尼兄弟呀 杀死一个 逮着一个 就这么麻烈快 这仗就算结束了 那您别小看 土海这一句话 解决了皇帝两大难题 一呢 是这帮士兵士气的问题 呼唤出啊 这帮八旗少爷的原始野性 那什么叫原始野性啊 因为他们祖宗啊 就是靠着抢东西活着 这八旗在关外的时候 管这个和大明朝作战 叫抢西边呢 那顾名思义 这后金女真在哪啊 在东北 在东边 那西边是谁 西边是明朝 你有钱 你富裕 跟你打仗都不叫打仗 就叫抢你 叫抢西边 第二呢 解决了军饷问题 这朝廷这会儿是真没钱 三番前线的 那是花钱如流水一般 这土海土军们啊 就此战是一战成名 最后这官职 做到太子太父 中和殿大学 是立不上书 整皇旗都统 封三等宫 此后次是文乡 是佩祥太庙 哎 奥林匹克公园 这五桶碑 就是土海的家族碑 其中第一桶啊 是土海前三代的高峰碑 之后呢 是土海的高峰碑 还有一桶啊 是这个土海的神道碑 五桶石碑说了三桶了 还有下边的一个碑呀 又是一个老熟人 这个老熟人是谁呀 咱们得把这个电视剧呀 从这个康熙王朝 转到雍正王朝来 雍正王朝里呀 描写过这么一个官 非常有意思 哎 人物刻画的也好 本身啊 是个兢兢业业的青官联利 就是为了孤名钓鱼 所以啊 假说这山西一省啊 已经还上了国库的亏空 实际上 钱是哪来的 都是和这个山西的商骨 富户手中啊 借来的 那这人是谁 这人呢 就是雍正王朝里边的一位人物 叫诺敏 诺忠诚 那么说这诺敏 真的像小说电视剧里 写的那样 因为欺君之罪被雍正皇帝腰斩了吗 哎 不是 不但没腰斩呢 还是寿中正寝 并且这诺敏呢 也没外放过巡抚 倒是做过两任部长 第一任呢 做的是大清的行不上书 后改礼不上书 刚才咱们说了 这土海土军们呢 给这个家族挣了一个一等功 一等中达功 并且世袭往替 所以啊 这诺敏就袭了父亲 这个中达功 成了第二任中达功 所以这五桶碑里 第四桶啊 是诺敏的高峰碑 那这最有意思的 就是第五桶碑了 第五桶碑上啊 一个字没有 那么说这桶碑是谁的呢 这桶碑原本呢 是第三任中达功 马尔赛的 这马尔赛是谁啊 土海的孙子 诺敏的儿子 这第三任中达功 马尔赛呀 康熙三十二年 那年功力算是 1693年7月 习三等功 康熙六十一年12月 习了一等功 雍正九年三月 习一等中达功 到了雍正十年的时候 就被夺爵 咔嚓了 那这是为什么呀 清朝大功臣 土海的孙子 两人部长的儿子 那咋就玩着玩着 把小命玩丢了 弄得自己提前准备的 大杯上面啊 一个字不敢刻呢 哎 这就是说书拉点 说得出去 还得拽得回来 这就又回到了咱们 准个二韩国 这个系列当中来了 前文书咱们说的是 这俄夫侧灵 把准个二韩国的大将 小侧灵蹲多步 从这个光显寺地区啊 可就打跑了 这小侧灵啊 用牛马牲畜 以及资众堵住了山口 算是暂缓了 清军的追击步伐 虽然是这样的 清军呢 也没打算追击他 有两个原因 一呀 是这小侧灵蹲多步 虽然在光显寺一战当中 损失了一万骑兵 可是身边啊 还有两万兵呢 虽然损失不小啊 但是应该说是主力尚在 这两路清军追击呀 也怕是半道中了埋伏 再有呢 这俄夫侧灵知道 小侧灵蹲多步 这个逃亡之路并不消停 因为中间就会遇到 一座清军的大营 这座清军大营啊 叫做扎克拜达里克大营 这儿的主帅呀 就是马尔赛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呀 这个土海的孙子诺敏的儿子 马尔赛 这位世袭一等中达公 要说这会儿的马尔赛 那可不是一等中达公这么简单 他身上还佩戴着随远将军的军印 并且这马尔赛呀 还是大学士 手里有几万人就驻扎在 克拜达里克大营 历史的真实情况 就是这马尔赛 胆小怕事 有位战情绪 所以才放跑了小侧灵蹲多步 皇上最后之所以夺绝杀头 严办马尔赛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这责任确实只在他一人 咱们先说呀 这马尔赛的上司有没有责任 这爱心觉罗西宝啊 是这马尔赛的上司 北陆军的总指挥吗 早就给马尔赛过军令 之所以让他驻扎在这 就是为了让他与这个建勋将军达尔纪 一同合力夹击逃顿之敌 那他最后的行为呢 首先是抗上命 要说他不知道消息吗 当然也不是 卡尔卡亲王丹京多尔纪 早就派人飞报于他军情 对了小侧灵啊 从他这一趟先撤离啊 他也是知道的 其实呢 把他派到这当将军呢 纯属是雍正皇帝用人不当 他虽然带领了几万精兵 在这儿驻扎负责接应啊 可是他一直存在着侥幸心理 他就认为啊 此处远离战场 所以呢 驻扎此地之后 他对军事上也不上心 每天呢 就是喝酒 接到报信之后啊 其实他也没想出兵 他又说辞 他跟这个重将官说呀 没事 种各人啊 跑不了 为什么呢 我把这个沿途的草场啊 都烧掉了 他们没有这个牧草来喂马呀 早晚都困死在戈壁滩上 这主将啊 一眼看来呀 那就是怂怂透了 怂到家了 可是身边的副将啊 那可都是将军出身 像什么诺尔魂呢 傅尔屯呢 都力请出战 尤其是啊 一位叫做傅奈的将军 跪在地上对主帅说呀 您呢派我出去 我就带着本部的兵 打赢了功劳是您的 打输了 责任全在小将一人身上 就即便这样 这马尔赛呀 也是不让出兵 直到这营门口啊 已经稀里呼噜的 开始有准央兵 从大门口直接跑过去了 见这群八旗兵 有如入无人之境啊 您想这些将军 他刚看着能受得了吗 于是也别什么率领不率领了 带领着本部人马 就开始追击 这马尔赛一看呢 既然这样 自个儿再不出击也不行了 于是假么假式的 骑上马 追了敌军三天三夜以后啊 他就把人马呀 都带回来了 借口是什么呢 敌军行军过于迅速 难以追击 实际上 这会儿的准央兵啊 已然是仓皇逃命的地步了 他以一代劳啊 如果再坚持追个两三日 肯定能全歼 这只两万人的准央逃兵 就是这样有了这个混蛋 马尔赛主帅的一物战机 才没能全歼着小侧灵 敦多部两万部队 使得原本应该啊 是全歼大捷的光显四肢战 打了大大的折扣 雍正皇帝听闻此事之后 那简直都要气疯了 就说了一句话 自古以来 此等背负国家者 史料当中意味罕见 国法军法巨难困有 那您想想 有皇上如此的批语 这马尔赛能好的招吗 雍正十年的十二月 赴都统索林 奔赴扎克拜达克里 奉了皇王圣旨 一刀可就把这个马尔赛啊 给处决了 至此啊 咱们这光显四大战 留下了一个遗憾的结局 有人说啊 这雍正朝十三年 雍正皇帝 西北佣兵 在军事上啊 这个君王啊 不行 实际上呢 也不尽然 这也证明了 这雍正皇帝啊 是一个亲力亲为的皇帝 什么事都要亲自曹信 亲自过问 得嘞 咱这故事讲完了 这准个二韩国的系列 也讲完了 因为咱们有一大段书啊 是这个乾隆皇帝的 争准战争 就在十全老人的系列里 一开头就是 咱们已经和那段书啊 接上了 从明儿开始啊 咱们不着急讲大书 咱们讲几个十灵的小故事 那十什么灵呢 咱们不是讲了十二集的活佛准世吗 当然了 我读的资料文献呢 肯定不止这十二期的内容 所以说呢 很多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故事啊 咱就没讲 如果呢 把它放下不讲呢 在我这儿啊 可能就凉了 慢慢的呀 就淡忘了 那咱就不如趁着热乎劲 把它拾起来 咱们聊聊这个藏传佛教 那得嘞 您要是喜欢听呢 还麻烦您呢 这个一键三连传点赞 您要不喜欢听呢 您就告诉我一声 咱就换书 咱这书馆 不就主打一个随和吗 得嘞 今儿天不早了 您早些着 咱们明天继续